有问题吗 有问题吧 而且这个问题操作我这期课的那种范围 比如说那期课的问题提出 美国的男孩女孩都可以同居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当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胡老师什么是春药 他们都知道这些呀 就是小学生六年级 就是那个班的 什么是春药 为什么爸爸妈妈要在一起睡觉 为什么我们家 我爸爸妈妈有那种假人 就是可能是做性活动的一些假人 为什么有色情片 为什么有避孕套 是用来干什么的 所有的问题全在那节课爆发 家长一厢情愿的认为 孩子都特纯真 什么都不懂 其实他们都知道 现在这么多年 没有人去帮他们梳理 他们所接受的那么多的信息 什么垃圾的信息 这样那样的新信息 我让他们在课堂上 全部倒出来 然后我来清理 清理完以后 我给你注入健康的新信息 重新帮你建构性的观念 健康的开明的性观念 我的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那节课 下课的时候 孩子不愿意下课 然后后来校长站起来说 下课了下课了 然后孩子说 我们不要下课 我们下这课还要上这个课 我听的都好奇 很尖锐的问题 你怎么办呀 像那种说 外国的小孩可以同居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同居 后来这些问题 当时我就说 国外的文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而且外国的小孩 是不可以同居的 不可以说 爸爸妈妈都同意 好 你们现在就去同居 不可以的 这是你们的误解 可能你们从一些 心情上来的一些误解 比如说小孩问 那爸爸妈妈 为什么要睡在一起 他们是夫妻 他们相亲相爱 他们在一个房间 是他们的卧室 他们要做一些 很亲密的活动 这是爸爸妈妈 感情好的表现 你们应该感到高兴 感到幸福 所以做一个性教育老师 你不单单是讲一下 生殖器的结构 什么的 你得给这些孩子们 更多的一些人文的建构 分寸感挺难把握的 是 我想起来 有一次做节目 要做涉及到 性有关的话题的节目 我当时说 这个分寸感怎么把握 怎么能别把节目 给做下流了 后来当时 我们一个领导人跟我说 说我告诉你 一个特别简单的原则 大大方方的说话 就不是下流 一样的话 鬼鬼祟祟祟 偷的摸摸 捂着嘴说 就是下流 对 对对对 所以做一个老师 在给孩子谈性的时候 你的态度 和你的眼神的坚定 和你的态度的坦然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孩子会来试你的 我们有一个 六年级的孩子 一群男孩 然后我上完课 他们就下来 胡老师 男人女人的生殖器 结束在一起 是不是性交 在我的课堂上 我是不用性交 这个词的 我不会用成人的 话的语言 去讲性交一个课 我不会用这个词 其实我一看 他那个眼神 他就是在挑衅我 孩子他会挑衅 教师的权威 因为那么多年 没人给他讲这个东西 突然你来给他讲 他就会来挑衅你的权威 然后我就很坚定的说 是的 他马上就放松了 那个眼神 马上就变柔和了 胡老师 你知不知道 我们那个时候 我在下面讨论了很长时间 这个性交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就去翻了一本书 然后马上把书给我 抬出来看 你看 这个书上就是这样画的 这就是性交嘛 对不对 胡老师 我说是的 我说你们在哪里去 买的这个书 我们到商店里面去找 书店里面去找到的这本书 就是一个人体的奥秘 其实商店里面都有卖的 所以我们以为我们不谈 人家孩子什么都不知道 他告诉我说 他们讨论性交 在下面讨论了半年 几个男孩子 那我介绍的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